過目不忘啊 這個我覺得首先一點 你一定要有好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天天沒有好生活方式 別說你是好腦子 你就是金剛轉的腦子 你也是過目就忘 親身經歷的忘 甚至忘了錢在哪兒 甚至忘了你是男生 你都有可能 因為最根本的就是生活方式 天天就是看著名牌 天天看到人家的陽樓 天天看到明星的令 天天丟著手機看什麼最時髦 然後滑中其中 然後晚上不睡覺 你就是爹媽給你金剛轉的腦子 你啥也記不住 我得以幾個生活習慣 我不認爲什麼金剛這個記憶力是天生的 我很小到現在就保持洗涼水澡 現在是這麼多年是熱水和涼水 鍛煉完 我報完平安馬上進去 熱水7分鐘 冰水8分鐘 啥的洗完冰冰的水 這腦子就很清楚 洗這個涼熱水澡 保持你身體健康 腦子清楚 第二個 不管天塌下來 我11點以前我一定躺床上去瞇一覺去 我瞇半小時我一定瞇一覺 我要不要12點以前不讓我瞇一下 完了 我腦子糊塗了 那麼12點以後 哪怕我醒三次四次都沒問題 就我一定堅持這個習慣 但是我白天我睡不著 叫我白天我睡不著 這是這個習慣 另外一個呢 就吃飯 就是你千萬千萬記住 這個酒喝多了 腦子是不可能清楚的 但是有一條 喝酒之後 不要說咱們中國的習慣 使勁兒喝茶呀 然後使勁兒吃這個 吃被撐啊 人肚子撐了 肯定洗不清楚腦子 就是吃完以後 你喝完又別人那麼撐 還有一個 看東西 腦子邏輯要清楚 什麼是重點 所以呢 小辦法 小聰明 遲遲以恆的讓自己保持一個清醒的狀態 生活方式 是能達到記憶力 當然了 賀老他對我呀 我這個記憶力是跟他認識的第一天 我跟大家過去講過 就是他向我拿個錄像機 展示了現在四季青那塊地 當時歸電子工業部 叫華茂電子公司 他是總經理 他的老闆 法人是誰呀 江澤民 辦公室主任 黃麗滿 黃麗滿當時是電子工業部的辦公廳主任 是他殺的公司 他讓我買這個四季青的地 結果我看完一圈 我就走了 去哈爾濱了 我說哈爾濱 我回來了 再見他的時候 我跟他談的時候 哪核 哪有多少樹 他就傻了 你就露了一眼 你就投機的 從那天起 他就覺得我是個天才 記憶力 然後他就對我寡目相看 事實上是我認真了 只要你認真的對待什麼事情的結果和不認真的結果 一定不一樣的 所以記憶力來自你認真 嚴肅 還有一個你出之以恆的好生活方式